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乔治 现在在 蒙特利尔,孙亨瑞设计地 乔治公爵公园,给大家 介绍这个公园 我呢,每天早上都在这里打拳 现在打的地方叫少林狮子战拳 我边打边给大家讲解 好,边打边讲解还比较难了 这个公园 是1912年建的 是根据加拿大一个 著名的政治家叫 乔治·埃杰·嘎克基·公爵 根据这个人的名字来建的 我前面这条街,跟我身后这条街 都一样的名字叫 Sir George-Egien-Gardy 关于这个人呢,以后我们再给大家讲 现在光讲这个公园 这个公园在1912年建成之前 曾经很长一段时间用来杀猪赛羊 天天都是雪牛成河 你看现在这么漂亮 1905年的时候 1905年之前,我周围这个社区 后面的房子等等 都还是小葱,叫省黑瑞葱 1905年并入蒙特利尔 当时的蒙特利尔市长 为了把这个葱给兼并过去 以这个省黑瑞葱的村民们承诺 说,这个地方原来是屠宰场 我要给你们建成一个公园 后来就履行诺言 经过几年的功夫把它也建成了 1912年 把它终于建成了 因为前面还有个教堂叫 损造即可,它是一个非常古典的建筑 所以,这周围两边的建筑物的外装饰 都要跟那个 教堂保持一致 所以 也要求是要用石头装饰正面 前面有一个雕像小公园 现在也没喷水 上面有两个小金人 我一览了两个小金人为蓝本 做了一期小动画 全部就发布上去 肯定感兴趣,可以在空腹岸的 Earth,我的另外一个频道里面去看一看 完了,在这也放上 这个公园挺有意思的 经常有很多拍护杀照的人 很喜欢这个地方 还有拍电影的,也很喜欢 我就在这儿被抓去拍过一次电影 他们当时有个搞笑电影,搞笑节目 叫做Rust Poohich 华语,英语叫Just for Love 我就被抓去了,拍了 拍完了,还签了协议 同意把我的脸 露给人家 那是第一次出镜吧 后来这个节目,我在网上搜也没搜到 那边呢,是一个游泳池 游泳池现在正在建 以前我们经常都在去游泳 再往前还有网球场,篮球场 这个困地呢,是滚球场 是老年人喜欢 铁球,他们有一种规则 天天都在那儿玩 冬天,这里很多地方人家都像这么大的滩坛 都市政府专门派洒水车洒上水 专门做成华比溜冰场 人家在户外小孩们溜冰,大人溜冰 很有意思,很好玩的 我们以前,华人把这个公园 咱们周围的居住的居民把这个叫教堂公园 因为前面那个僧有一个教堂 实际它的正式的名字叫 Sir George Aegean Square 它叫 乔治公爵广场 这个广场倒是真挺大的 好了,现在我把我的武术再练一遍 然后我们结束今天的讲解 下次再见了 好,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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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再见